我是哥哥尤博浩 考上台大生化科技系 我是弟弟尤博薇 我考上台大生化科技系 加油 雙波萊兄弟不只長得很像 成績也是不相上下 哥哥尤博浩課後努力上學 透過指考 錄取台大生化科技系 弟弟尤博薇 則是參加奧林匹亞生物競賽 一路過關斬將 龍獲全國前八強 推薦上台大生命科技系 一般就是上課的講義 還是要看 不過最重要還是 考前的複習講義 要盡量寫 然後題目要多寫 然後考的時候要 以平常題看待不要太緊張 這樣就可以考好 高三就一路從出賽複賽 然後一直到全國賽 然後就進到了選訓營 然後J選營這樣 過程其實算蠻幸運的 就是受到很多人的幫助 然後學校也給我很多資源 然後讓我可以 在喜歡的生物這個領域 可以有所發揮 不只有雙派兄弟 繳出兩粒成績單 考上台大的還有他 我是陳敬豪 我考上台大物理系 Yeah 平時認真讀書 常做題目加深印象 陳敬豪追隨前年滿級分學長的腳步 堅持到底 考上台大物理系 有學長在台大物理系 想說我以那個學長為目標 都好好努力 學生們平常在課堂上表現不俗 加上老師的題息栽培 果然獲得好成績 加上繁星申請入學 竹林中學總共有9人入取台大 還有23人考上國立知名學校 他們三個是屬於聰明才智還不錯的學生 對理科的反應 數理的反應都很敏銳 又願意做題目 所以其實這個部分是都還OK 不僅在學測 也有考上70級分以上的同學人數也相當多 最後只考到最後的放榜 我們台大錄取人數總共有9位 也錄取了相當同學第一志願 那也希望各位竹林的學子 以這些學長姐為榜樣 竹林學生經得起考驗 學校用穩紮穩打的教育方式 幫學生打好基礎 讓這群孩子能夠在未來闖出一片天 竹林中學在 水天公新聞 綜合報導 竹林中學校用說 龜 modes